讲宝山法宝马论 现在讲那个如理作义的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今天讲那个 道脑机族万无一事 倘若罪业主从无上法开始修 那么这个 这个循序渐进 就是循序渐进吧 就是 就逐渐的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把这个无上法门呢 就是逐渐逐渐的 就是得到这个清补 和得到这个视线 那么相续中 自然而然 生起菩提心和空性的这个功德 如果我们这个无上法 这个修得非常好的话呢 你没有特意的去修 那个空性法和那个菩提心 但是你如果这个 无上法修得特别好的话 那么这个自然而然的 在你的相续当中 这个有关这个菩提心 和这个空性方面的这个功德 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圣起的 所以这一点 也大家应该这个清楚吧 就是 这修无上性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如果这个无上修得不好的话 一两天就是有一点空性的见解 或者是菩提心 或者是大悲心等等 就是比较明显的功德 但是它呢 就是不会稳固的 就像是没有这个基础的墙壁一样的 就是不会稳固的 如果 有下至上 有钱入神 那么菩提心也正无空性之智慧 便可如积累财物 如积财物般毫无费力的生起来 就是咱们当中是如积累般 对积般的 这样讲的 但对积财物的话也好不好 反正这个财物是加上的 这个咱们上面是如对积般的 就是对积什么呢 它这里也是 这个空性和这个菩提心的话 就是越来越 就像是对积这个财物 就是对的话 就是你 就是对了很多的话 是越来越多吧 就是就像这个对积这个财物一般的 就是它可能对积好一点 光是我们这个积累财产的话 有时候都是很想积累 但是反而就是灭进的也有 它一般这个对积财物 或者是积累财物 也有些还是有福保的人来说 这积累财物也是越多越 越挤越多吧 毫无费力的生起 这一一就是何等的重要 因此呢 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非常愿意 就是这个空性增长和菩提心 就是稳固起来 但是呢 就始终说我们这个 修行比较好的时候 会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 就具体是自己的境界 各方面是不错的 然后天气汉冷遇到外缘的时候呢 就是确实自己的这个空性见解 和菩提心的见解呢 就就一无这个所存 就是一点这个存 那一点也是不存在 就这个时候呢 就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这个无上性没有修好 无上性修得好的话呢 就是它非常稳固的 以外地方的杨正巴大师 是曾经这样说过的 我们如果诚心诚意 追求解脱 就应当这个做到平时 信心想念不离开无常 就是信心念念不离开这个无常 如果我们真的要到一个 好好的这个修行人 要求解脱的话呢 就是时时刻刻地 不念这个无常的 白铁也要想 晚上也要想 时时刻刻地 不念这个无常观 恒时思维 圣者中心四法 并身体立行 就是同时呢 就是要 他经常这个 思维这个圣者的这个气法 圣者的四种法 就是圣者的四种法 这里所说的圣者四种法是 这 法以粗糙铺舌即可 就是它这个衣服方面也不讲究 就是这个粗糙的这种 这个铺术的衣服就可以 还原的这种食物的话 也是这个 绘薄之物即可 然后我们这个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 这个住处啊 就这些呢 就是也是这个 这个粗糙简朴就可 以 一定要物等 矩子也是 简简单单即可 就是这是这个 赵戈仁波切 把这个四种 圣法吧 就是四中心的这个圣法 四中心的圣法 在居士轮当中也是有的 就是为什么这样讲 这个下面也有解释的 我们这个 要成为一个圣者的这个中心 就是要这个成为圣者的中心的话 是必须要做到 就是这这几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生活呢 就是应该就是过得简单 就是不要这个复杂了 这一天呢 但是我这个今年 就是也提的比较多吧 就是我像是我们这个现在呢 就是作为这个修行人的方向 就是最好是不能这个改变 如果方向改变的话呢 在自己的境界当中 境界就是增上也非常困难的 因此大家应该过一个 自主少益的 这个生活 就是或者说 就是刚才那个圣者启发呢 那生者启发呢 就是或者说 少益之主一样一主 其中的少益呢 也就是说 不贪图 谋求优质上等的 为生自具无品 并且对于自己的身外之物 能够劝然放下 就是这就是那个 少益吧 就是所谓的这个少益呢 就是不需求一些 这个上等高等的 就是这些这个食物 或者是这个菜单 那么自己的这种 身外之物的话呢 全部是这个放下来 就像是一般的 这个牛粉仕途一样 就是对的 就是对他这个看作 就是没有很大的这个制作 就是这样放下来 这叫做是少益 就是很少这个叹一把 那么所有的制作呢 就制作是 精进依赖于 威夫其为 除除少少的物品 也心满意足 就是一般的 这个威夫其外的一些 简单的这个物品 就已经这个心满意足了 就这叫做是制作 一样呢 仅是依靠维伯德 菲伯德法语 欧举 还这个衣舍当这个鞭口为神 遗族不求名为利养 以维伯才无及信满遗族 能够注意身着四种法 四中心法中的修行人 相续中自然拥有三十七导品 这个我们 这个三十七导品呢 就是已经包含了 就是从这个印第到佛地 之间的一切功德 如果真正的相续当中 有居住这四种法的话 那么这个三十七导品的功德 自然而然会生气的 因此称为神者重心四法 就是为什么叫神者重心四法呢 因为他那个神者的相续当中 是有三十七导品的功德 那么我们居住层面 所讲的这些条件的话呢 那么这个 也是这个 会这个编程了这种神者的重心 为今生无有至今的余王 所作有 不具有神者重心四法之人 相续中从此的 都是是轮回恶趣之因的满天 弥天大罪 就是我们这个 有些人吧 就是这个对自己的贪欲呢 就是一定也是没有这个禁止的 还有呢 就是对神者重心呢 就是一定也是没有 在这种人的相续当中的 这个全部是这个恶趣的恶趣赢的 这个罪因 所以称为主义莫中心者 就是这叫做是莫中心者 不是叫做一个圣者重心 圣者重心呢 真正是这个自助少疑 就是他就不喜欢就是 实践的很多的财产 因此 自己也是应该到底是这个什么重心的人 就是也值得应该这个观察吧 就是如果我们不能抛弃对今生的探求 那以后的生生世世中 也比较称为贪欲的扑弩 所以说贪欲二转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基层当中设计的话 那实事实实的 已经称了这个贪欲的扑弩吧 就是我就自己的是 一点自由自在都是没有的 就是天天都是这个 为这个贪欲 不管是贪财贪人吧 就是这年天都是很多人吧 就是有些这个 因为前面我们刚刚讲了一些 这个男女借助的过世啊 就这样以后 很多人把自己以前的这个 说作说为 那就是有些都是也不好意思 意思说 就是用书面来就是交给我 有些呢 也口头上来说了 但不管什么 就是深圣地感到忠心 忠心呢 就是在这个余界当中的时候 是真是这个贪欲呢 就是已经成了 就是他的主人 就是我们呢 就是已经变成了 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扑弩 随着贪欲而转 因此呢 我们必须要具足身者 就是以前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但以后 如果真正在晚年的时候 昨天化之人不及前行当中 也是这个晚年就是 什么是上半生是好人 就是下半生是坏人 上半生是坏人 下半生是好人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公安吧 那么你也是在这个 上半生的时候呢 就是于这个 称了贪欲的这个路普 然后呢 就是随着贪欲症 就是在自己的人生 就完全已经虚多了 但是在下半生的时候呢 就正是 不管是别人说什么 自己呢 就是变成一个 很好的修行人的话呢 也不辞 就是所以这个人生呢 也许还有一点 这个晚年的这种 这个时分吧 就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非常重要的 但我们这个事件的 这个最可怜的呢 就是在这事件 这个当中全部的这个 随着贪欲而转 因此我们必须要具足 神者重新 司法者美德啊 就是这个美德呢 就是非常这个需要的 一定要具足 要先断除近身的欲望 平时观想 无常 只管重要 就是这个 我们要断除那个 精神的这个 这个欲望的话 其他的方法 可能很困难的 就是你两个注意啊 或者吃个药啊 或者我的这个贪欲心 特别特别强 甚至我晚上做梦 也是有关这个贪欲的事情 我现在特别苦了 我现在怎么办 很多人都提出这种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呢 最好是你这个 观观这个无常 观观无常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可能 最有用的 因为我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的 无常的道理 再次的这个深深的观想的话呢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贪欲 就是端除 端除贪欲呢 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 正如古德所说 上午是没有 观修无常 也已许多了 这个班时的光益 就是以前这个 藏地的很多古德 高僧大德呢 就是他们都这样讲的 我如果半天 没有观想无常的话呢 那么就是拜拜的 已经这个浪费了 我的这个时光呢 就是很多人都这样认为的 所以他每天呢 就是把它当作 是屈性的要定 就是每天都要观 就是如果你半天 都是没有观 其他的修什么深深的话 也是觉得是自己呢 就是已经虚度人生了 因为其他的这个法呢 就作用不是很大的 观无常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理念 和这个作用非常大 因此我像这次 我们这个加扎盖山法的话 一方面呢 就是大家对这个 无常观念呢 就是可能就是 因为他这里就是非常 非常移动的一根语言呢 就是再次上的这个告诉 而且呢 就是用这个方面吧 就是用很多的方面来 就是劝我们这个 好好的观想无常 不然的话呢 就是没办法看破事件 没有看破事件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这个 所作所为都是被这个 这个谈语 或者是被事件 这个办法控制 那我就是呢 赵克仁波切 他这里这样讲的 我觉得 这句话是如理作语 而最恰如气分的重结 就因为我们这一批呢 主要讲这个 如理作语吧 就是那么刚才那个上面 孤德说这样的 这句话的话呢 就是他认为呢 就是这是这个 就是说你作语呢 就是假如气分的 已经这个重结了 就非常这个好的一个重结 因此我们这个 怎么样作语呢 意思就是说是 我们这个如理如法的作语 如理如法的这个观想 很多人都说说 我现在什么都观想不来 怎么办呢 就是每天都是那个 年初也是年不经期 主要是我每天想 这个观想不来 但是你什么其他的 观想不来的话呢 就一个呢 你就好好的观如常 一个呢 就是多看看那个 释迦牟尼佛的像 就是这个 不管是你这个如理呢 触理呢 就是你这个眼前 摆着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像 就是经常看他 经常像他的话 这就是修行 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你如果是 其他的一些修法 你真正这个 圆满次第 神级次第 尤其是圆满次第 里面的这个 逢命明点的一些观想的话呢 你修不好 万一那个修不好的话呢 就是也很危险的 就是说一说这个呢 可能你观想不来 但是我们这个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你这个上至之 大堪不合 大成就者也好 下至一般这个 每一个学习复法的人呢 就是肚子管重要的 因此很多人认为是这个 我什么这个修不来的话呢 你观无上应该这个修得来吧 就是一切都是 昨天的事情和这个今天的事情 也是无常的 我这个这个年轻的时候 晚年的这个生活 很多这个生活经历 也是无常的 甚至我的这个房子 也是我今天住在这个房子 但明年就是住在那一个房子 那就非常难做的 我来到这里 就是换了几个房子 很多人都从这方面来想的话 是无常就是很容易 这个惯想起来的 所以他这里呢 已经讲了 就是他说这个 恰如其分的一个总结 关于此理 据说论当中也有 他说这个 据而愿你不知足 谈与强者不得过 就是 据说论当中是这样讲的 就是 就是他那个 这个愿你就是 就是 就是 而愿你 还有那个不知足 就是谈与强你的人呢 就是不能得 这个 虽然阿罗汉的过位呢 就是也不能得到的 愿所都才不知足 为得愿求 据大贪 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大贪 不知足是什么呢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财产不知足 然后这个 呃 为得到的这个财产的话呢 就具有叹性 就是 所以这个不知足 就是 就是 就 不知足 不知足少议的这个 翻面吧 这其中所说的 呃 要想获得圣法 必须要具备 无 呃 谈圣行 就是 必须要具备这种 无谈圣行 就是 是这前面提到的四种 啊 就是前面讲到的 这个 四座吧 就是四种 意思是说 必须要具足两种愿力 也就是说 神愿力这个 这个喧小的 这个窥闹 城市 或者是这个 任何一个 这个散乱的这种 环境呢 都可以就这样讲 就是身体要远离 然后性远离 就是分别忘年 如果苏贤身体 不能呃 到这个远离喧小的 这个亏劳 那么 自信也远离分别年 是也事实 无法显示的 这些一种智商妄想 呃 就自信妄想 根本没办法 这个事先的 就所以苏贤呢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身体要远离 然后呢 就是性就是 可以这个远离分别年 第一个呢 就是将这个 身体远离愧劳 呃 赵克仁波切也说 是第一个身体 远离愧劳 不知道下面那个 心远离分别年 好像科判上面 有没有 就是他就是 到了那个下面的时候 都是是不是忘了 呃 第一啊 就是第一呢 就是身体远离愧劳 就是身体远离愧劳 倘若自己没有这个 呃 就是自己没有 呃 就是品种多 品种饭多 真良上好的 这个法衣 或者是 没为教育 一级 我举 呃 便 呃 有无关于 性不满足 就是呃 如果自己呢 就是没有这个 上等的法衣啊 财物啊 就是没为教育 等等 这个时候呢 就是开始这个 予以挂换 就是就心里 就是闷闷不落 或者是 就是心不满足 就是特别痛苦 如此之备为了 求得丰富 独裁 呃 高党幼稚的法衣 淫舍 以及呃 我去 舍不得故乡 反不下财物 就是那么 为了就是 这些这个财物的话 那你就舍不得 这个离开故乡 也不 放不下 自己的这个菜层 于是将 这一切 君之为 我所的 强烈之行呢 不由自主的 便会生气 从而讲 全部尽力 呃 投放在这个 精神的 这个事物上 以至于 不能趋入正法 这完全是由 呃 心不知足 贪得物啊 所造成的 呃 这个呢 呃 大家非常清楚 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身体 不能这个原理亏劳呢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对这个 自助少议 就是这一点呢 就是做不到的 如果做不到的话呢 就是那么自己的财产啊 身体啊 什么这个故乡啊 就全部都放不下 而且呢 就是对这些财产 就是财产呢 就是身体击达的 这个强烈之行 这样以后的话呢 你就不能这个修成的 因此大城市里面的 很多这个修行人 也是他放不下工作 放不下家庭 放不下自己的这个 呃 故乡就是这一点 说这样一来的话呢 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根本不会有这个 呃 修法的机会 就是 如果你放得下来的话呢 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都可以放下 就是我们这个 在白夜经和那个 很多释迦牟尼佛专闻当中呢 呃 就是以前的很多 这个大国王 就是拥有这个呃 可以说是这个四大部族的 一些大国王的话呢 将自己的所有的这个财产 都可以放得下来 但最后呢 就是到寂静地方 这个生活也是是可以的 但放不下的话 是哪怕是一个 小小的一个家庭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家庭呢 他有他的一种这个呃 就是呃 可以说是一种这个呃 就是增爱吧 就是这这样的话呢 就不管是富裕还是穷人呢 就是对自己家庭 这样有执着的话呢 他肯定放不下来的 因此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这个圣泽中心里面的 这个不满足的这种 供得不具足的原因呢 就是也可以说是 这个自助少有的 供得不具足的原因呢 就是放不下 就是这个这个是 达了最后 虽然说这个屈辱佛门 有些人呢 达了这个最后这个 虽然屈辱佛门 跑去故乡居住在寂静桌 但是却遭到 亲朋好友的背伴阻扰 结果这位诸神修行人 白天晚上都牵挂 做这个故乡的利益 也不得 不会跑这个忙碌 就是不得不 这个跑回去这个忙碌 有些人呢 修行人 磕头上说是什么 这个 家乡是具有过患的 这个地方 过患的来源呢 当当必须要这个原理 就磕头上是这样说的 然后呢 就是于是 前往他乡 肃不知在一地 也是寻找许多的侍族 进而将他们的 供养 供金 置为我所 就是然后到别的地方去 开始游称了这个小家庭 然后别人的这个 供养 供金啊 就是全部都是 之所为这个我所 我的侍族 我的菜菜 我的供养 当当就是这样 竟然比 住在本乡本土 更加穷舍 基于 贪不厌族 就是 那么这个 有些人真的也有这种现象 就是家里倒已经出来了 就是无论是汉地 藏地都是有的 但家里已经出来了 但是到别的地方的话 就是 又成了另一个家庭 可以说是对整个这个 财产啊 就是人啊 就是什么的 这个放不下来 就是由这个 开始这个贪心 这个增长吧 更有圣者在这基础上 居然无有神通 而往所有神通 不是成就者 所谋充 就是谋充成就者 别有用心的 以各种逼配的手段 欺骗蒙蔽他宗 最后自相续中的戒律 也完全彻底毁坏 当后七年 三月诱惑党 无论从形态 来行为 那一方面来衡量 都是诸佛菩萨 就知道这个 呃 耻笑的对境 就是 呃 不管是在自己的 这个所作所为的话呢 这种这个修行人的话呢 当然这个 现在也是非常多的 就是赵哥仁波切呢 他整理的 主要的这个 呃 这个对 对 就是他这个 教言的这个对境吧 就是教言的对境的话呢 并不是从来不信佛教的 那些人呢 主要是在 住在这个善里面 就是有些 这个修行不清净的人呢 就是他就做这个 对境 就是然后呢 就严厉的这个谦贼 就进行呢 就是讲很多的这个教言吧 就是 那么这样的这种现象呢 也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真正这个 赵哥仁波切的这里面的 一个一个 就是自己领悟的话呢 我想是现在这个 眼看整个世界的话 很多问题呢 就是自然而然 这个会这个发现的 那么上世代用人也会 这个谦责 并甚感射亡 可云翰的这样的这种人呢 就是却不这个 就不凡气所 就是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 如今也是这样吧 就是在很多 这个自己家里面的 已经出来了 但是到别的地方呢 就是告很多这个非法的 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 到城市里面去 我有神通啊 我有 甚至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宣传方法来 蒙蔽四周的这个慧眼 就是这种现象就是非常多的 这些人呢 就是都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呢 就是这是审法 这是告法 对此爱慕不已 行此身亡 而不如你修足无成法 过患所致的 那么这些人的 主要的这个来源 赵哥仁波切呢 就是这些人一切没有修无上 没有这个修啊 刚开始的思法都说 我要修大圆门 大树营大仲观 然后呢 就修几天就是告法 这个大法 然后的话呢 就是他对这些 就是真正的这个基础方法呢 就是一点都没有大好 就是最后的话呢 就是自己的行为 也是不得不与 活法背道而止 所以呢 就赵哥仁波切呢 就是把这些国法呢 就是全部架在 就是没有修无上的 这个人的图上呢 其实也可能 真的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修的无上 很好的话呢 就是他到城市里 到别的地方 万一他到别的地方去的话呢 就是也不会做这样 这个非法的事情吧 就是整天都是这个 这个 就什么这个 大树欺灭呢 就是然后这个 以各种的这种 诱惑的这个手段 来欺骗众生的话 是肯定不会做的 如果修无上的话呢 哎呀 我终于一天 就是一方面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修无上的 一方面的话 是他对圣市因果 尤其是他对这个 来世的这个因果呢 不太相信的原因 无论是你是这个 藏人还是汉人呢 你如果这个 就像《涅槃经》当中一样 就是所讲的一样 就是不知夏世 这个无我不作 你如果这个夏世 就是有一个 可怕的这个因果 就是这一点 没有相信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是 做很多非法的事情 因此呢 就是我们这个 修无上呢 按照赵克仁波切的 这个说法的话呢 就是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吧 不然这个 现在刻头上说是 这个修高法 修大法 但是呢 就是到了这个 过一两年以后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是 他的这个行为 我们这个藏族呢 就是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是那个 间接这个刀子 就是偷东西的四合呢 就是那个行为 这个行为的这个旁观者呢 就是会这个说出来的 意思是什么呢 你间接呢 就是好像那个 自己认为是非常 就间接很高的 但是就像是 偷到东西一样的 但结果那个行为呢 就是马上这个 把你这个 你间接的这个 高度就会是渗度的话呢 就行为马上 那个能这个说出来了 就是行为当中 马上表现出来 就这个意思 所以无上修好的话呢 就是不会导致这种后果 所以大家一旦 暂时要放下 所谓的这个高僧磨测制法 而唯一 这个专心制止的 就是修此无常法 这是他的这个 他终身当中也是 修肯定他自己 自己肯定会这个修的 因为他对这个七宝藏啊 还有那个 就是皇家的这个大位的啊 就是很多地方 就是他非常有信心的 他肯定修的 但是他出现呢 就是可能好几年当中 是先修这个无常 这无常法 真正这个在自将军当中 是生起来了以后呢 才开始修那个高僧 就是大房 尽可能的压制强烈的贪欲 不止满足的这两种弊饼 如果能战胜这两种过滑呢 那么 蜘蛛少语的梅度 自然也脆输可得 就是这样 蜘蛛少语的梅度呢 就是对我们来 这个修行人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就可以 这个脆输可得 由此就已经到到了 身体远离困恼的目的 这样 彼得能做到 不可忘风 与卷属亲友 世主等 并也愿意供养公金 当饮法贪欲的恶缘 就是而且呢 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呢 就你不需求 就是施主啊 就是菜餐啊 这些 也不需求以这个 命为领养所饮法的 这个贪欲的这个恶缘 就是这也是就是 不会这个遭遇的 之后 既无眷属 也无仆人呢 截然一生 过着清净 酷刑的生活 就那么之后的话呢 你就在一生当中 也是就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清净 眷属啊 也没有仆人 但自己呢 就是截然一生的 过着非常清净的 这个酷刑生物 所以肚子疑人 自己从当自己的这个仆人 宜然则得 又然暗住 就是他们自己 当自己的仆人的话呢 在善理也是 这种生活是非常 这个快乐的 就是也不用看 这个上面当官的人的 这个面目 就是今天他高兴了 今天他不高兴 也不用官了 然后也不用这个 下面的这个仆人 高兴不高兴 自己当自己的这个仆人 过着这样的这个生活 我们在这里 这个虚心人 也是一般来说 是当这样的 还是这个非常好的 就是自己当自己的这个仆人 犹然暗住 任何谜呀恶语 什么这个 任何谜呀恶语 都是一无所闻 如果自己当自己的这个仆人的话 那就什么话都听不到 一般来说是 有些话听不到好一点 如果你听到很多的话呢 就信得这个 心里也是生起烦恼 就是然后 就这个最后的话呢 就是也这个很痛苦的 自己的修行 就什么都告不上去 然后自己对谁都没有联系 自己当自己的这种仆人 好好修持的话呢 你什么都听不到 如果什么都听不到的话 心里呢 就是也不会有很多的 这个烦恼和痛苦 自然也就不会产生 追求展谈 谜语的念头 预言随之也是远离了 喧嚣愧劳 如此深远离了 这个愧劳 这就是盖登派前辈 祖师们所接成的 这个所接替长的 就是替长的什么呢 就是当其意识与预言 就是预言的这个意志所在 盖登派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呢 就是一定要断除这个预言 这个衣服和事物上面的这个探执 然后呢 又要断除这个预言上面的这个探执 我们很多人呢 现在医师方面是知足少欲的 也可以的 但是这个 这个预言上面呢 就是还可能 闲言蜂语比较多吧 就是经常都是 没完没了的 就是说很多 就这也是一种这个毛病 也是一种这个障碍 所以呢 就是经常是还是那个 就是扫眼怪语 就是这样可能好一点 作为一个修行人呢 有些人呢 一讲的话 是一直这个没完没了的 他讲了半天的这个意思呢 一定也是没有的 既是一些探承痴啊 或者是过去是自己的 什么这个故事啊 就是那么自己的分别量的想法 就如果你要讲的话 是真正是油管 这个深深中管 大圆们方面的一些经济的话呢 对自他都是有利的 但是呢 就是我这个吃了什么什么 你吃了什么什么 然后白菜已经是多少斤 长度白菜已经是多少斤 毛牛牛肉已经是多少 就是一直正天讲这些的话呢 就是这是可能这个 作为这个修行人来讲 是浪费时间而已 就是并不是这个很勇用的 因此戈登牌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 他一方面对意识的探知也是断除 一方面的对愚言的这个言谈呢 就是严肥上这个 就是也这个要断除 所以他说这样的遗旨说成 阿塞尼罗门菩萨也是曾经这样说说 了知世间斗与舍 罗有命不扬 就是他 是他这里讲这个世间八法吧 就是世间的这个斗与舍 还有这个乐和这个幽著 然后这个民生就是原言和不原言 斩毁世间次八法 就是斩毁 就是这赞叹和诋毁 就是中共是这个世间八法 这世间八法已经这里 讲了我们对这个德啊 然后乐啊 这个民生啊 赞叹就是这是这个特别喜欢得的 然后这个失败和这个游出和 还有那个民生不原言和受到诋毁 就是这四种法呢 就是不愿意得到 所以呢 这是这个世间人的一种做法 所以叫世间八法 就是修行人呢 一般都是不应该有这样的 就是对这个德事啊 就是然后这个就是民生啊 就是还有这个赞叹的话呢 就是不应该这个自作 所以这个为什么叫世间八法呢 世间上没有学过宗派的这些人的话 对这些法呢 就是特别特别执着 因此罗牧菩萨呢 就是把这个 就是这几个八种法呢 就是已经终结 实际上佛经当中也是有 非我意境呢 当平息 就是那么这不是修行人的这个意境 我们不是这个经常所想的对境吧 就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意思的对境 而应该呢 就是世间八法 德以平息 就如菩萨行人 最后也是将智慧平的时候呢 就是最后就是他的德的过是什么样呢 就是要将这个是平息世间八法 这其中所推崇的平息世间八法 也就是指得原理生与困难 这一点德是乐又四法 就是他是那个身体困难 但是身体困难里面 有些乐啊 又啊 就这些都是也有这个 对性也有这个关系的 但一般是从这个大的方面来讲 对这个身体的德是就为主吧 就是他这样讲的 这个身体困难方面的 就刚才呢 就是原理这个生育困难方面的这一点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都是乐又吧 就是这四法呢 就是是这个身体困难方面的 然后将会寄 将会趁寄就是命 四法是属于预言这个困难 因此所若远离了身体的困难和不再飞行性际的追求 去追求 那么自相续当中 就必然会生起平息世间八法的 平息世间八法的分别连制速生 证物境界 如果我们这个首先呢 就是这个身体已经这个远离了 这个困难的话呢 就不会这个希求这些 这个时候呢 自然而然的 就是这个世间八法的这种证物境界 平息世间八法的证物境界呢 自然而然胜情 从而依然热衷于这个修行色胜行 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四种色胜行 将是对世间八法行其所然 不与需求 在类行就不存在于外界的散乱之淫 自信别人安住在正量当中 如此以来 别动乐与端处范难 并且与修行胜法也少有兴趣 结果将身所获得胜法 获得胜法胜果 都可以说吧 因此 为了是身体格局会远离喧嚣愧劳 真如前面所说的抛弃故乡之后 必须要做到 遭向家乡房 家乡的这个方向 就全部不夸 就是 那么 就是我们这个 首先这个身体远离喧嚣呢 就是其前面所讲的一样 你远离故乡以后的话呢 必须要做到 像那个家乡的方向呢 就是这个 就是存不夸 就是连这个一步也 就是不要去这个 连这个色大区 想哎呀 我去这个就家乡吧 就是到色大区 就是然后看看有没有办车 就是也不去看 就是不要这个 家乡的方向 就是一步也不要去 所有的情捧好友 眷属 仆人 施主 属人 一概远远的避开 与他们呢 就是遥遥相隔 在这一点上是绝不 犹如挂短 意味遂顺 他们就是 那么就是 在这个上面吧 就是自己这个 仆人啊 好友啊 这个施主啊 这些呢 远远的避开 然后这一点上面的话呢 就是不要这个 有什么这个坏业 一定要就是 就远离他们 避开他们 就是不要这个 意味的这个 随从他们 无非要自我做主 当即逆断 如此而行 就算是遭到他人的 这个 疾风 嘲笑 牛眼 蜚语 如同真正的 雷胜一般 穿便于是方 而自己呢 就是绝不能对 耿耿迂回 信法 意乱吧 就是因为你没有 这个会去啊 你没有会去以后 都是可能现在我们 这个有些 新的出家人吧 有些这个 新的出家人 真的这个 牛眼 蜚语呢 就是像真正的 这个雷胜一样的 你的单位 也在说 父母也在说 亲戚也在说 听说说 他们家的什么 这个女子啊 他们家的什么 这个男孩呢 已经工作都不要了 家庭都不要了 已经出家了 听说是 他可能已经造梦了 他们家的 就变成 就他们家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人呢 大家都是可能是 正是在你的背后呢 就是真正雷胜一半 都是穿与释放的 就是大家都在说 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出家的时候 不用说是 可能你们现在 有些这个家庭 不信佛教的人 甚至我们这个 我的以前 这个出家的时候 我的是以前就是 到那个出家的时候 也是实际上 是一个小小的 就是当时可能在一个 一个乡下 就是当一个小老师 就是就是 但是呢 我没有要工作 就是到出家的时候 当时我们那些 那个村子里面都是 大家都这个议论纷纷 就是也这样的 你们有些人呢 可能这个 不管是自己的家庭啊 生活啊 各方面也是是不错的 然后出了家以后 肯定是有这个 内生般的这个 议论纷纷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但是呢 你自己呢 就是也不要这个 根根语误 也不要这个心反意乱 反正他们说他们的事情吧 就是你就心里 我这个所追求的呢 就是没有错 就是这就是没有错的 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 当这个所有这个高僧大的 这个所追求的 很多世间人 是肯定不会理解的 不理解也是 是他们的事情 就是我们应该心里 就是应该打好 这样的这种 就是打算吧 就是也这样的打算 若因恶名冤扬 而不高兴 苦恼不堪 那说明他对 依靠恶语传篇 有顺与名为利养 这方面就是顾虑匆匆 如果就是自己的 好像名声不好 就是我这个人是 就是就受到了 这个各种方面 就是各方面的 这样如果你心里 不高兴的话 那说明你对这个名声呢 就是特别特别的 这个执着 如果你对名声 一点不足的话 是别人说你的坏话 就是对你来说 是无所谓的 就是没有什么的 如果自己不喜欢 利养供给呢 那么非但不会因为 什么这个恶言恶语 传扬而命门不乐 就是如果你真的 对这个名声 没有什么执着的话呢 别人不管是 说什么样的话呢 就是对你不会有 这个什么门门不乐的状态 反而会习出妄为 勒不克制 就是那么这个 反而呢 就是对你越说越高兴 别人说你的坏话的时候 你就特别高兴 为什么这个高兴呢 因为名声少爹 除名怨扬 能遮着名为利养的 这个修法的障碍 就是如果自己呢 就是有些名为利养的话 是修法的最大的障碍 如果我的这个 恶名这个怨扬的话呢 就是别人从此以后 对我这个不会有恭敬 不会有利养 就是然后呢 应该值得高兴 反倒称为这个 如三知识般的修法顺缘 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三知识伯多瓦 曾经也是这样说的 别人不予 真和我一 就是别人不高兴的话 我就特别高兴 这就是我所想的 我每天所想的 就是别人不要高兴 他们不高兴是他们的事 而台人临朝热讽 对我毫无损害 对我毫无损害 对就是对我这个毫无损害吧 他们就这么样这个嘲笑 我这么样这个说的话呢 就是对我只是一点损耗 都是没有的 自己老怕最为一身量舌 也要在这期间快快乐乐 高高兴行的性质散发 就是别人的说 我都是别人的事情 让他们这个说吧 就是他们就是 我们当中有一种 这个说法 就是别人说别人的事情 他的这个最不痛的话呢 让他多说一点 就是有这样的 就是让他的那个嘴皮不痛的话呢 让他多说一点 也是可以的 凡是我这样有一金八米 我一身量舌的时候 我在这个期间呢 好好地这个快快乐乐地 绣我的这个大院门前夕 绣我的法上 他们责败的地方 就说就说吧 就是不要管 他们对我越说越好 就是以后呢 就是不会对我有什么供养利益 就这样以后的时候 我就实践八法就已经聘息了 就是应该高高兴兴地绣子 只要三法日夜增长 功德自然而然会生起的 如此一来就满无情利益众生的 利益众生呢 没有事的 就是他们有点不高兴 也是以后呢 他们会高兴的 这几天都是他们要说我的 但是以后呢 他们自己也是 逐渐逐渐 终于一天也会这个去如的 我们这里的很多这个父母 也是是 以前他们的儿子啊 女孩子啊 就是什么出家的时候 修法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都是用这个生命来担保 要威胁他 就是用这个生命来威胁他 但结果呢 自己也是慢慢慢慢地 是已经这个 来到了这个他的三边 生变就是现在一般那个 什么这个父母和孩子的话呢 以前是这个父母的这个权力大的 就是逐渐逐渐呢 就是父母呢 就是开始已经这个下岗 然后那个孩子的这个权力呢 就是越来越大了 就是一天比一天 就是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身体和那个 以前呢就是好像那个父母呢 就是当官家 就是说什么都要听他的 然后逐渐呢 就是他的权力就已经没有了 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权力 就越来越大了 以前呢就刚来的时候呢 就是生活非是那个父母官 就是现在呢 就是这个生活非呢 就是让孩子惯 就是所以这个月里面 能不能给我发一块钱呢 能不能给我发十块钱呢 就是以前呢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样三发增长的话呢 功德也是自然而会 就是自己来的话 在你利益众生呢 就是也很容易的 所以呢 不用担心的 别人就是说我的坏坏的话呢 会不会利益众生都没有呢 那天那个吴国王正在一降了吗 就是别人的这个坏坏的话呢 其实对自己的利益和这个危害呢 也不大很大 就是不是很大的 又是有一点 但是呢不是很大的 因此我们对这个预言呢 就是也不能太这个置入了 如果对于别人的恶言忌讳 能像得痛的话 就是这个别人的这种恶言忌讳呢 是很惯用的 今天就是这个这个山法讲到这里